多年來市政處為了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 滿足城市發展需求 持續對全澳垃圾收集設施進行優化工作 近年逐步在各區設置收集效率更高 清運過程更為變質的壓縮式垃圾桶 代替傳統街道垃圾桶 壓縮桶佔地更少 可以將垃圾壓縮 並推到相對密封的空間內暫存 有效改善各項環境衛生問題 容量約等於30個傳統街道垃圾桶 只需一部吊運車就能完成清運工作 有效減輕交通負荷 同時也改善了清運過程中 有機會產生的衛生及噪音等問題 為配合東北區的社區發展及民生活動路線 經與各權限部門協調後 共識於原地下垃圾收集系統覆蓋範圍 設置20個壓縮式垃圾桶站 共當區居民使用 現時壓縮桶站內加入更多優化措施 並持續進行美化工作 為澳門城市增添色彩 未來市政處將持續優化垃圾收集設施的工作 與全澳居民共同構建 清潔健康的生活環境 澳門市我家齊來清潔它 有請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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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